西非内陆国家布基纳法所 上个月要求法国驻军 一个月内撤离 法国同意撤军 最终两军星期六 在特遣部队营地 举行降旗仪式 标志着法国在布基纳法所 境内的特遣部队行动 正式结束 这无疑让当地日益高涨的 反法情绪有所缓解 他们也没有想象中 因为他们都没有水尽 所以他们没有水尽 他们会在水尽 没有水尽 他们都没有水尽 因为他们是在美国里面上的水尽 他们都没有水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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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有些年轻人 我们有些年轻人 我们不再说 这些小兵兵器 正式地振动 所有的地方 在深届 我们真的リ了 根據雙方達致的時間表 一組後勤人員將負責轉運 法國特遣部隊 遺留下來的設備和物資 從2018年起 法國就在當地駐軍 作為在整個薩勒赫地區 打擊聖戰分子的一部分勢力 但從去年開始 當地反法情緒越來越高漲 認為法軍無所作為 要求撤軍的聲浪也越來越高